大家好 很多话有啊 在进入七月之后呢 就会发现的这个蟹爪蓝啊 会出现各种问题 比如这个叶片脱落 进阶脱落 然后进阶腐烂 各种问题啊 层出不穷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这一件事 然后导致你的 蟹爪蓝的啊 问题多多 那么这一件事是什么了 就是要做好这个降温处理 因为夏季七月啊 这个时候温度了非常高 基本上每天的温度了都能够达到30度以上 那么在30度以上这个温度 植株呢 它的这个呼吸作用啊 就会增强 植株呼吸作用增强 消耗的养分就多 再加上它在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光合作用 吸收养分又少了 就会出现这个入不敷出的情况 植株入不敷出啊 就会越长越瘦弱 甚至是停止生长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很容易自身病虫害 在夏季高温高市这种环境下呢 它是特别脆弱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这个蟹爪呢 想要养活是非常的难的 基本上呢 可能不到八月就挂掉了 所以我们夏季养这个蟹爪呢 就一定要做好这个降温措施 降温措施呢 有很多种 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通风 遮阴 还有呢 给它喷洒水雾等各种降温措施都是可以的 当然 最好的话呢 就是把它放在空调房养护 然后呢 定期给它在页面上喷洒水雾 这样子的话呢 蟹爪呢 想要月下就是非常轻松的了 所以呢 夏季养蟹爪蓝的时候啊 这个降温工作是一定要做好的 要不然的话 你的蟹爪呢 根本就过不了七月 不到八月就已经挂掉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